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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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请堂 阿弥陀佛 各位 今堂我们继续讲人生的善行 五戒十善 善是善的行为 我们要改恶向善 要提升自己 学佛是要观照自己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喜欢观照人家 我们看人家看得很清楚 某某又贪心又小气 某某又粗劳 说话又大声 某某又怎样 某某又怎样 但是观照人家就很容易 但是观照自己就比较困难了 觉得自己 我很少缺点而已 就算有点一点 没有什么大缺点的 但是人家的缺点就多多 对吗?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重点就应该放在哪里? 观照自己 因为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 反观自照 不用看人的 看自己 你一定会进步得很快 上课我们讲到 人主要的行为分三大类 就是身口二三类 其实一切的行为 都是要透过这三方面 去实践和达到的 那三页 就是身口二三页 我们上课有介绍过 五戒也有说 那五戒是什么? 不杀身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这五戒 在不杀身之中 上次我提过关于家居的卫生 在这里我想再补充一下 有时候有些人会喜欢用蟑螂屋 想趕着蟑螂 但是蟑螂屋就有个问题出现 因为蟑螂屋里面 会引到蟑螂进去 不可以出来 有一些会引进去 里面可能有些毒性的剂 令到它会死亡 我们尽量避免不要用这个蟑螂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家里有很多蟑螂屋 不知道整条蟑螂屋 很头痛 不知道怎么办 我可以建议你试一下用这个方法 就是找一条毛巾 用一些浓缩的漂白水 就是你拿着蟑螂屋 倒一点浓缩的浓缩 不要浓缩的水 就在那条经常出现的蟑螂 比如说窗台或者某些地方 抹一旁 那些蟑螂屋就不会出现 又或者你说 师傅不行 他从早上抹都走那里 怎样令到他走呢 不要紧 不是叫你抹死他 不是叫你抹住他 你在他旁边的那条路 一直用这个浓缩的漂白水 一直这样抹 他一定会走的 因为这个方法我试过 非常有效 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 如果家里有些比较小的朋友 即是两岁、三岁 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 因为他不知道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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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糟了 如果有太小的小朋友 就不适合用这个方法 否则如果家里全部都是大人 没有问题 这个方法是很有效的 另外就说到不杀生 就说到有力 或者有权的问题 我们杀生通常 我们有力的 是什么 对鸡 鸡马牛羊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有力 但是你以为 有没有人敢去杀老虎杀狮子呢 是不是 不敢去 就算我们要杀老虎杀狮子 都只有用智力 用武器 来对抗它 但是也不是代表我们有权 只不过我们用智力 来杀伤它 所以说到杀生 我就想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卖珠宝的商人 他拥有一粒价值连成的宝珠 非常喜欢的 爱不释手 天天摸着宝珠 有空就出去看看 有一天他就很休闲 没有什么客人到 他就坐在店铺前面 看看那些游人 远远就看到一位比丘 即是出家人 南众的出家人 很有威仪 很庄严的 他心想 如果我供养这个比丘 我就有种下大福田 我应该恭恭敬敬 迎请他来 进来坐 我供养他 挺好 于是很恭敬 就在这位出家人 很恭敬 就请法师进去 当他招呼了他 给他一杯茶 突然间有个客人 走进来看东西 对不起法师 我出去招呼客人 他说他走出去了 他走出去了 跟人谈生意的时候 这个法师就坐在那里 因为他出去之前 他的宝珠 就顺手放在法师旁边的桌子 就走出去了 法师坐在那里 他家里原来就养了一只鵝 那只鵝在法师的脚上走来走去 突然间跳到上桌子 说迟就那时快 我就吞了那只猪 那只宝珠 那只宝珠吞了 这个 比丘都知道 糟了 我有些预感 有些不太好的东西会发生 于是 似乎那个老板 招呼完那个客人 就走进来 发现桌子上那只宝珠不见了 他就问这位比丘 啊 法师 法师 刚才我放在那里的宝珠 在哪里 你有没有拿起啊 他说 我没有拿到 他说 那你见不见有些陌生人走过啊 在这里附近啊 他说 没有 我没有看到 他说 不会啊 我明明放在那里 我刚才很 一会儿的时间而已 你有没有拿啊 我没有拿到 问极他也是这样啊 于是火都来 因为他呢 哇 使这个宝珠儿的生命啊 火都来 哎呀 什么是这样的 什么是这么贪心的 你拿了那个宝珠儿又不肯认啊 于是说 就拿起那棵棍打他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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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 问极 他都不回答 不出声 于是打到他 你会投破血流了 流血了 那怎么知道 那只鹅就走出来 在那里走来走去 舔他在地上的血 于是这个老板又更加生气了 哎呀 阻止了一只鹅 我再问你 是不是你偷了 他说 不出声 一粒声都不出 那个宝珠儿 于是他再打下去 为什么打死了一只鹅 错手打死了一只鹅 于是那个宝珠儿立刻出声 你不要再打我了 那粒猪呢 那只鹅吞了 于是他刀开 他看那个肠是否真的吞了 哎呀 真的是那只鹅吞了 一方面 哎呀 失而复得 有些开心 一方面 很残酷 哎呀 法师 为什么你不早就告诉我 那些宝珠儿明明是一只鹅吞了的 那么他就说了 我是佛陀的弟子 我要严持戒律 如果你一问我 我就说是那只鹅吞了 你是不是会杀了它 他说 但是呢 现在他的错手打死他 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你呢 于是听到呢 他还加了一句 这个比喻说 如果这只鹅没死 你打死我 我都不会说的 他听到就觉得很残酷 也很害怕 哎呀 糟了糟了 这个真的是大德来的 我这样呢 这样打他 我会有很惨的恶果 立刻就跪在那里了 哎呀 求爱忏悔了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应该这样的 一时冲动 一时什么 于是乎呢 当然这个比喻 当然是很慈悲 接受他的忏悔 那这个故事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守慈戒 慈得好 当然是要持这个 不杀生这个戒 当然你说 哇 这么难度高的东西 这么严慈戒律 我真的未必做到 但是我们学习他的精神 我们要学习慈戒清静的精神 虽然你说 哇 这么难度高的 哇 打死我 打死我都不说 就很难的 是吧 程度未到 但是我们也要发心 要去不杀身 再说到 不饮酒 不饮酒 就是一个遮戒 什么叫遮戒呢 是用来 保护我们行为的戒 如果你没有受这条戒 其实喝酒是没有罪的 其实酒本身没有一个根本的恶 问题就是说 你喝了酒之后 你会失去理智 你会乱性 也会借酒行空做错事 因为酒精能够发挥了一种作用 就是令到你糊涂 令到你的脑筋不是很清楚 所以喝酒是一条戒 是保护我们的 好了 我们再说到这个五戒十线 其实是哪十线呢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呢 我们的行为不外乎是 一 身 口 二 三 叶 那十线呢 怎样数出来呢 其实很容易记得 身 口 二 身 有三 叶 口 有四 叶 二 有三 叶 其实就是三 四 叶 加起来是十线 三 四 叶 前面那三个是什么呢 是新的行为 新的行为是什么呢 不杀身 不偷渡 不邪忍 口四呢 我会再重新解释一下 我们上次说了网语 其实口叶有四种 网语 耳语 两舌 和恶口 有几种 那 意念 即是意孽 有哪几种呢 就是贪 襯刺 不贪 不亲 不痴 那我们身体的话 身体 你说身的行为是什么呢 那身的行为 譬如说杀身 你要劏鸡 劏鸭 是不是身的行为 身体的行为 偷渡 你要去偷 都是身体的行为 那邪忍更加是 更加是身体的行为 所以我们 不杀身 不偷渡 不邪忍 是十善业中的一个新业 即是新的行为 口叶就是刚才所说的 口叶就是那四种 意业 不贪 不亲 不痴 说起来就是十种 加上就是十种 好了 如果每一项 这十样东西 每一项 加一个不字 就是十种的善业 但是全部不爱的不字 就是十种的恶 是不是 杀盗 淫妄 全部都没有不字 就是恶 十恶 刚刚是相反的 变了十恶 好了 上次我们讲到 不妄语 不妄语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说 要做一个有诚信的人 要记住 语言是用来沟通的 又表达我们的内心世界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 随波逐流 现在很多人都说大话 我们不要随波逐流 起码我们知道 我们是佛弟子 我们尽量改变 讲大话的这个习惯 要做一个 言而有信 受人欢迎的人 所以我们要不妄语 好了 除了不妄语 我们今天就讲一下 乙语 乙语是什么呢 乙语就好像 这些零来绸缎 很漂亮的衣服 看起来很漂亮的 其实不切实际 听起来就好像挺好听 但是其实 找人来开玩笑的 是一些戏论 戏语 不是真心的 没什么意义 说出来是没什么意义的 简单来说 就是一种很漂亮的话 很漂亮的说话 是奉承别人的说话 或者是一些口花花的说话 只是说一下 开心一下而已 没什么意义的 例如有人举个例子 小姐你很漂亮 我请你喝茶 或者 我请你吃饭 不过先有空 前面是不是很好听 挺好 赞美你 请你喝茶 后面你说 不过就要先有空 是不是 是否俗语 或者是口花花 不是真诚的 或者说 小姐你很漂亮 旁边的那个 那是不是口花花呢 这些说话 又是弄弄人的说话 弄弄人的说话 自己用来开心一下 自己说一下 弄弄一下人 或者又这样说 小姐你很漂亮 不过差一点 如果有些人听到 没什么所谓 不说就会说 但是有些自尊心重的人 当然了 家里人都说我生得丑弱 那你是不是无形中 你又开心 你伤了别人自尊心 别人最忌那样的 你又被你讲中了 你又开心了 笑两笑就走了 大了一点 我心就硬着了 哎呀 我是差一点的 我知道 这样 是不是 有没有人 我又听过一个人的感觉 去街市了 美女买菜呀 你不要拜开心 那她买菜 你伤了美女也好 没多久 婆婆问你 美女你买菜呀 婆婆也叫美女的 所以她的口头是蝎 逢她是男的 便是英俊 逢她是女的 便是美女的 无论你老友 老老乱乱她都是这样叫的 婆婆也叫美女的 所以你不要开心得那么快 还有呢 香港人也很惯性一件事 说这件事就说 喂喂喂 你会有空请你喝茶 那我听下来 为什么这么喜欢喝茶的香港人 这么喜欢喝茶的呢 其实你发现只是说一说 她没有真的约他喝茶的 其实这个也是 好像很多香港人的口头是 哎呀 你会有空约你喝茶 其实只有我说一句而已 没有真的去请他喝茶 这些都是属于耳语 但是呢 就不算说有什么大伤害 但是呢 如果呢 有些人的耳语呢 它是有不良的动机的 或者呢 想 骗你些什么呀 或者有些企图呀 特别去奉承你呀 或者说些耳语呀 让你开心一下 接着呢 就不知道呢 谋求些什么利益呀 这样的 所以耳语呢 我们呢 尽量不要去说了 避免了它 说呢 就要说些什么呢 哎呀 有益呀 对人有益呀 鼓励别人的说话 当然呢 你都可以赞人 不是耳语 是真心的 譬如说 你的女儿生得挺漂亮的 这个是真心赞人的可以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不是刚才所说的 美女美女那些 这些是真心赞人就可以 又或者你说些 鼓励别人的说话 你今天穿得很漂亮呀 是真诚的 或者说 你今天表现不错 继续努力 加油 这些鼓励的说话 我们就应该多说些这些说话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养成口花花的习惯了 听了经之后 如果自己有这样的行为 就要改改去 就算你说口花花 不一定是男众的 其实女众也有的 是吧 不一定一定是男众的特权 女众也会这样的 所以学佛呢 观照自己的行为 所以呢 就类似以上的行为呢 如果有呢 就要改了 是吧 有时呢 我们或者会听到 有些人呢 就说什么 某某在这里吹水 吹水 吹水的 吹水 其实都是一些 无无聊聊的说话 是不是 是打发时间的说话 说了就等于没有说的那些说话 我们的学佛人都尽量避免了 但不是说你 不要跟人交往 不要跟人聊天 那么 適可而止 说两句就算了 是吧 不要 不如将时间练习佛好 是吧 不要说太多 那些没意义的说话 好了 那说到呢 两舌 两舌是什么 两舌一搬弄是非 他的意义就是 主要是搬弄是非 离间别人的 离间别人的 雙方面的感情 对鸭 甲就说鱼 对鱼 就说鱼 对鱼就说鱼 那本来呢 两个人呢 没有什么误会的 听到你搬弄完是非之后 就产生了误会了 那又或者呢 甲鱼两个人呢 已经有少少误会了 哇 你在那旁边 加烟不加醋 加些东西 哇 他们本来有少少误会 变了多多误会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在这个挑拨离间 令到别人两个不和 甚至乎呢 哇 成为仇人 本来甲鱼是一个好朋友 或者因为少少的误会 大家都不开心 你不去做和事 老不得已 你还在两个之间 在两个之间 说事说非 离间他们了 令到他们两个 真的想好回都挺难 是吧 那这对人是有损害 有负面的影响 俗语话叫做搞屎棍 就是这些人了 所以我们当然不要做这些人了 是吧 本来没有事 让你搞搞一下 变成有事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不可以说这些说话 是令到别人有损害 这些是恶的行为 口怯的行为 没错 你轻轻说几句 口轻轻地说几句 但是原来你已经挑拨了别人了 所以呢 我们千万不要说一些是是非非 尽量去避免 说一些离间别人的说话 其实我们要说些什么 和谐 爱语 爱语是什么 爱语就是说 人家听起来很舒服的 听这些说话很舒服 但是不是耳语 耳语有些都好像很好听 不是耳语 要搞清楚 这个呢 爱语就是说 你跟人交往 跟人沟通 说话要有一些技巧 就是说一些有些人好吃的 不懂得去变通去说话 就会得罪了人 如果你说得有技巧 而不是说你说些假的东西 也不是说你说些不好的东西 是表达一样东西 但是别人听起来是舒服的 这个就叫做爱语了 好了 说到第四种是什么 恶口 恶口顾名思义 当然不是好的东西 是吧 说一些粗言畏语 或者是奏骂人的说话 是吧 奏骂人的说话 就很伤人的 或者说些什么 你什么什么 你X加Y 那些Z 那些这样的说话 是吧 或者有些人 他的心就不是骤人的 但是他喜欢 口头善每个 每一句说话都夹着X加Y 等等 这些是不是恶口 凡是粗言畏语 都是会损害人的 可能有些人就觉得 不是呀 我的口头善来而已 没什么好不好的 我都说惯了 在工作上的同事 大家都是那个语言 大家都说 好了 你又没什么害 事实上 那 最糟糕 你回到家 如果家里的小朋友 很小的 听惯你说的 是不是跟着说 你无形中 就做了一个坏的榜样给他 他就跟你跟你说 小朋友学得最快 学不好的东西更快 是吧 一学就懂 所以 其实这些粗言畏语 令他入到脑 入了脑子 整天都会跟你说 这个是不是 其实不是那么好 就是损害到别人 这个粗言畏语 或者有些人 得罪你 一时很生气很生气 就损害你 就损害你 用非常恶毒的东西来损害你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千万不要用恶口去骂人 因为会负上恩果的 说起恶口 佛经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是说有一次 佛陀去到皮舍尼城 去宣扬佛法 他经过了一条河 远远听到很多人在这儿很吵杂 在这儿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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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就叫阿难尊者 你去看看发生什么事 阿难尊者是 整天跟着佛陀 阿难尊者去到 就报告给佛陀 他说 有些村民 原来 不是那些渔民 他说 罔到一条大鱼 但是 五百个人都拉不到上来 那佛陀就去看看有什么事 五百个人都拉不到 那些人就去找帮手 找附近那些人 附近那些牧羊的人 正在种田 那些农夫 一起来帮手 于是乎 总共用了一千人 才拉到一条大鱼上来 谁知道 拉上来 每个人都吓得 这条是怪鱼 因为它有一百多个头 在他身上 这百多个头 全部都是那些 什么家畜 野兽 炮 狼 猪马 牛羊 那些 家畜 野兽的头 佛陀就来到这条 又大又怪的鱼面前 因为佛陀有宿命通 所以它能够清楚知道 这条鱼的宿命 于是佛陀就问这条鱼 他说 你是否加皮尼 这条鱼很奇怪 它会说人话 佛陀 我的确是加皮尼 这条鱼 这条鱼 在现场的人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说话 为什么佛陀 知道它是谁 那 那帝尔兽就合掌 请问佛陀 他说 这条鱼到底是什么缘故 会生成这样的样子 佛陀就告诉他 他说从前就是一个婆罗门 他生了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叫做加皮尼 这个加皮尼非常聪明 又聪明又博学 一学就知道了 非常有智慧 他妈妈就问他 加皮尼 你这么聪明又博学 到底世界上 有没有一个人比你更聪明呢 加皮尼就说 有 是佛陀的弟子 于是他妈妈就说 为什么你不去那里修学佛法 让你自己更加有博学 又知道多些东西 又有智慧呢 于是 这个加皮尼就奉他母亲的命 就去修学佛法的义理了 他呢 果然呢 学了没多久呢 他很多东西都通晓 对于佛经 佛法里面所说的东西 都知道了 但是他很高傲 很傲慢 每一次 当他和那些比丘 一起 谈论佛法的时候 如果他说出的问题 那些比丘答不出 他就会骂他了 正一蠢材 跟畜生都没有什么分别 什么佛法你都不懂 于是他就用了恶口去骂他 什么猪头 狗头 什么头 就骂他们了 所以 因此 他因为 种下了这个恶果 恶口去骂人 所以 因此 他的果报 就现前 轮回了之后 就变成 有百多个头的一条大鱼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的果报 在当时那些捕鱼的人 和那些牧羊人 那些农夫听到之后 真的很感慨 轮回真的很惨 有很多人都愿意跟随佛陀出家 佛陀也答应了 阿兰 尊者 和佛陀的常随众 听了佛陀所说的这番话 他们心中都很慨叹 以后我们在言语上 一定要谨慎 所以 大家记住 千万不要恶口骂人 不要咒骂人 好了 说到口怯 我又 要提醒大家 怎样呢 说话 不是说了就算 有因果 恶口骂人 当然不要 但是奏骂自己也不要 那你说 哎 师父 你以为那些人是傻的吗 怎会有人奏骂自己的 可能你不多觉 但你也可能会听过 什么呢 有些人呢 他的记性是一样的 哎 哎 周不时 久不中又忘记了一样 哎呀 我忘记了 哎呀 我老人痴呆啊 那我 千万不要咒自己老人痴呆 因为 哎呀 虽然是开玩笑而已 说得多又怎样 入了你的阿拉耶识里面 不是那么好啊 对吗 那我又 我认识了 知道有一个居士 他生了一个小孩子 男孩子 现在已经五岁多了 那他呢 两岁多的时候 那他妈妈就跟我说 哎呀 师父啊 我个儿子啊 很奇怪的 整个老人痴 又老迹 说话都学了大人 那呢 还奇怪 两岁半而已 我喜欢看电视 那看电视 其实不是奇的 是吗 他说看什么 看财经 他说哈 我说两岁半 看财经 不是吧 他说是呀 凡是财经新闻 财经消息 他就在电视面前 眼都不眨 他说前世都不是做 不知道是否做财经 那我又不知道 他说 那小孩子通常喜欢看卡通片 那他说 那他也喜欢看卡通片 但是他又很喜欢看财经 真的很好笑 那于是乎呢 他经常叫他去寻什么 小魔怪 经常叫他做小魔怪 那他就听得多 咦 不妥 于是我忍不住口 喂 你不要叫儿子做小魔怪 难道你真的想他变成小魔怪吗 他说 你呢 应该和你的儿子说 哎呀 你儿子 你真是乖了 哎呀 你真是聪明了 那他的确是挺聪明的 这个小孩子的确是挺聪明的 我说千万不要和他 叫他做小魔怪 我说完之后 幸好他妈妈也不敢再叫我做小魔怪 好了 说完这四种口叶了 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二业 那二业呢 就是贪亲痴 又叫做三毒 那为什么叫三毒呢 因为贪亲痴呢 会令到我们呢 起烦恼 令到我们不开心 也都会令到我们做恶业的 所以贪亲痴呢 我们一定要改善 变成呢 不贪不亲不痴 那当然呢 这个三毒呢 我们暂时 未能够完全做到很好 但是呢 学佛之后呢 我们要提升自己 要改进自己 尽量呢 就减少 不要贪 不要亲 不要痴 就正如呢 那些贪亲痴 这三毒就好像呢 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了 那毒素太多就会生 即是你会生病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意念有病 即是你意念有毒素了 那我们呢 就会起烦恼 所以呢 我们一定消除我们这个三毒 如果你想做一个 开心快乐的人 那呢 就要减少这个烦恼嘛 减少烦恼就是 去除我们的贪亲痴 这三毒了 令自己的意念健康 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了 好了 那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贪 什么叫贪 我想人人都会理解到 其实贪有很多种的 但是呢 你又没有想到这么仔细 吧 我们呢 整天都起贪念 那问题呢 就是说呢 我们有没有醒觉的 有没有醒觉的心 到底我起的时候 我知不知道 我贪得太过分的时候 我知不知道 是吧 这个就要观照自己的念头 那贪有很多种 我略略数一下 贪钱 或者贪一些物质 贪钱就最容易理解了 大部分人都 就是不是说你们 就是说社会上 世间的人 贪钱很容易理解 那贪物质 贪靈 还有什么 贪食 或者贪舒服 或者贪碎 好了 你看看 就是 随便举些例子 都有这么多 这个贪也很糟糕 这个贪 三毒之一 这个贪钱 最简单 最明显 最现实 有些人呢 就是视财如命 虽然呢 他已经赚到很多钱了 但是永远都不会捉到他的欲求 他赚了第一个一千万 不够 我要赚二千 赚了二千万 都不够 三千 无止境的 其实这个追求 这个钱 金钱 无止境 仍然继续追下去 除非他就学佛了 有这个智慧 他就知道 不用这样贪 好了 或者呢 贪钱贪到什么呢 我们看报纸 整天都看到了 真产案 都是因为贪字 因为贪字去打官司 因为呢 贪字 所以我们要搞尽老汁 去打赢他 因为贪 就算是一家人 武情说 一于打官司 是吧 这个是不是 其实呢 也都是有些愚痴的 除了是贪 也是愚痴的 是吧 那你说辛苦不辛苦呢 如果打输了更糟 给一筆 哇 多庞大的律师费 是吧 真的 令到别人心力交水 所以贪 哎呀 制不过的 好了 好了 说到贪这个物质 如果不是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要去追求 也不要过分去追求 如果我们再过分去追求 就会变成一种偷 即是我们放纵我们的贪求 会变成一样 另外一样东西 就会做恶的了 那最近呢 有一个新闻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呢 就说一个小学生 他只有十岁的 他和我家里偷了别人的钱 说吃喝玩乐 你想想 几个人害怕吧 小时候就说少偷而已 大时候就大到的了 是吧 所以这个行为 真的很不要 所以一个偷 一个贪 他由贪念起 贪念起 贪念起 我要吃喝玩乐 因为我没有钱 也会吃喝玩乐 所以就要偷 有时呢 就未必说 贪念这个物质 不如这样说 你在一家大公司里面 做事的 做了很多年了 很有工作经验的了 今次升职 大家看好你 想着一定是轮到你上了 怎知道呢 爆冷 结果就不是你 是你和他一起合作的同事 那你是不是会失落 这个失落是正常的 但是呢 你都必须要放下 是吧 你不放下你会怎样呢 会很辛苦 很不开心 除非你说 很容易我会转到工 很容易找到一份工 否则的话 你要继续在这间公司里面 你是不是要放下 放下才自在嘛 是吧 有些东西 算了 你自己想想 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了 不需要去贪求 或者追求一些东西 随缘 自在 好 再说到 贪什么呢 贪美 贪美 如果你说女孩子贪美 就很自然 很正常 不是说叫你呜呜呜呜呜呜呜 走出来 就是你干干净净 站起来 贪美 也无妨 但是不要过分 太过分呢 就令到自己 起烦恼 有些人就很喜欢 也有女孩子 特别是 男士也会 女孩子特别厉害些 也喜欢行公司 买好衣服 有些人就会说 哇 这套名牌 这套裙子很漂亮 哇 太贵了 我一半的人工的价钱 于是 当然不舍得买 也没有能力去买 每天走过那间店铺 看一看 又买不到 很喜欢 第二天又看一看 买不到 唉 你说多烦呢 明明是得不到的 你贪来做什么 是吧 真是起烦恼 我以前很久之前 我认识了一位秘书小姐 其实她挺有福报 因为她先生的家境都不错 风衣足食 唉 没什么烦恼的了 唉 真是 衣食住行无忧 任你洗 任你什么 又没有小朋友 两夫妇整天去旅客 本来她挺开心的 对吧 她先生对她很好 体贴入味 有什么都给她做事 有做事权的 你说是否很幸福 谁知道她经常见她摁了她的面 我也不太明白她 为什么会摁了她的面 啊 那原来呢 人家告诉我 她经常都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呢 他说昨天 走过那间公司 看到她的裙子很漂亮 但因为约了朋友吃饭 赶不及去试衣 打算第二天去买 没有了 只有一条 你也知道 名牌货是一条 是吧 没有几条 买了 被人买了 不开心 打算 打算 想起来 然后想 真是热心 我又不太了 又或者 试着这条高跟鞋 很漂亮 很合心 小姐对不起 没你浪费 哇 惹怒她 又不开心了 哎呀 其实这些烦恶根本不是烦恶 这些叫自尋烦恶 这些也叫做 身在腹中 就不自缚 是不是 如果你去看看 山区那些 贫穷的小朋友 连吃都不够饱 你还去贪领 吃都不够吃 不是说你这样的家境 不能去贪领 但是不要做 就是过分去追求 你可以贪领 你给得起钱 亦都买得起 亦都没有人说不给你买 但是你不需要过分去贪领 你没有钱买 就像刚才的例子 没有钱买就没办法 你有钱买 这条没了 就买另一条 这么简单 是不是 所以呢 人的烦恶 其实是自己拿来的 是不是 绝对是 一切为心做 佛教说 不是你的心搞鬼 是谁搞鬼呢 又没有人要害你 没有人搞到你不开心 你自己搞自己 不关人事 还有没有听过呢 爱美不爱命 有啊 你说 听起来很夸张 命当然重要 怎会爱美不爱命 但现实生活中的确有 我也听过这些新闻 怎样呢 在某个地方 就有一个女孩 很年轻的 当然二十多岁 或者二十多岁 她其实她的样子 都挺漂亮的 不过她嫌不够十全十美 嫌自己不够漂亮 于是她整容了 结果手术失败 命也没有了 你说值不值得 又或者呢 人们喜欢她的龙胸 哎呀 又失败了 手术 不是百分八的嘛 就算是正常的手术 也没有百分八 医生也不会说 你一定会痊愈 不会说 一定没事的嘛 没有人写包单的嘛 这件事 是吧 哎呀 结果搞到呢 你的身体不健康了 甚至乎 命也没有了 看看大剂还是小剂 看看手术 失败到什么程度 是吧 那这些是否值得 本来没事的 你竟然不够漂亮 是要搞搞她 就搞到这样 搞到这样 所以呢 这个爱你不爱命 没有夸张 真是有真人真事 还有我内部中 是有这样的新闻 也不是说 有始而来一宗也不是 是 我内部中也有这样的新闻 所以我们学佛 一定要用智慧 其实呢 你 你外表多漂亮 都远远不及你的内在美 是吧 那个内心世界 你的心底 你的心底 是否善良 你的心底是否好的 这些才重要 你外表不耐看的 你漂亮到绝顶都好 会不会老 当你白发面瘦的时候 漂亮到哪里 你怎样去拔面皮 怎样去化妆 都没用了 是吧 这个生老病死是自然的 老是自然的 你不可以保持不老的 这个很难说的 那漂亮得去哪里呢 漂亮最多短短的时间 时光消失 很快就不会漂亮了 好了 又说到什么 贪吃了 吃呢 本来是我们人生生存的需要而已 但是香港人呢 非常之有福报 什么美食都有 世界各地的美食都有 所以呢 吃呢 就不一定是为了生存 也不是为了一定需要 是吧 譬如说 哇 某某的店铺里面的糖水最出名 这些人而已 哇 远远都要駕駛的车去 去买糖水 哇 于是那个店铺外面呢 哇 要Rosey Rossy Bensy 宝马 排队 那些人呢 就是因为吃了那碗糖水 是吧 那些人说 哎呀 哪里哪里 那些外卖点心啊 很漂亮 很好吃的 不过要排一个小时的 真的有人去排 是吧 那很奇怪 那你点心一定要吃的吗 是吧 那你 好吃也是吃点心而已 那你说 值不值得去排一个小时呢 有些人说 值得 一个小时 全香港最好吃的了 到处都找不到的 当然是值的 那这个是什么 其实这个呢 就是贪吃的肉 念太强了 不吃不行 因为我真的很想吃 排一个小时都要 或者等喝茶 等位 两个小时都要等 因为这一间是最好吃的 这个是不是贪念 你的贪念的欲望 如果这些贪念不过分的 你会不会 呆呆地等 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吃那些东西 是吧 一餐而已 都是那一餐而已 花这么多时间 你吃就快了 一吃就吃完 是吧 等就等了这么久 那你自己衡量一下 值不值得 你自己想想 那呢 又或者有些人 因为太贪吃了 不知饱了 好像金鱼 吃完又吃 吃完又吃 哇 这又好吃 那又好吃 结果吃到什么 哎呀 腸胃有点不够 结果吃到 哎呀 胃又不舒服 怎样呢 哎呀 没办法的 因为你虽然控制不了你自己 那我也帮不了你 是吧 那这就是由于太贪吃 那个过患了 又或者有些人 很喜欢吃自助餐 为什么呢 哇 款式又多 又不管吃 又吃多少都可以 哇 越吃薄 没吃 不要吃费 至少要吃七碟才行 吃消化饼也得划 对吗 是否有这些人 有的 下午那一餐不好吃 留下肚子盐吃 是吧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对于这个贪吃过分了 比如说内部终和朋友聚在一起吃自助餐也好 不过就没有吃到自己胃痛 又要吃烧化饼这么陷糕 自己也不舒服 色可如指 不是说以后的你不要去吃自助餐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色可如指 对于吃那个贪求不要过分 过分也会影响身体 令到我们的健康会出现问题 好了 还有一种贪美 贪舒服 或者有些人很喜欢坐在一张大沙发 一坐掉下去 哇 不想起身 好好坐 不知好好坐 我还很想睡觉 哎呀 什么都不要做了 算了 放下放下 什么都不要做 我坐下去就足馬上我眼睳头 只是你有没有看惜 或者有些人 有些人 也有的 香港也有些人 我教了闹钟六点半起床 看一看六点半 不要起床 等一下先睡一会儿 又再闹钟 六点三十五分 都不行 休息多一会儿 再闹钟 六点四十五分 哎呀 不起不行 不起呢 就会上班会迟到 被老板骂 于是就急急忙忙了 要快了嘛 要快 迟了班车有时间等 天天都追巴士 这么快做什么呢 这么辛苦做什么呢 如果你早十五分钟 他他条条多舒服呢 哎呀 但是呢 很多人都是这样 喜欢追巴士的 因为呢 我不到最后的秒钟 我不会起床的 是吗 因为有很多人 香港人可能有一个习惯 那个生活习惯就是 晚上不舍得睡 早上早不舍得起床 所以问问自己是否 是呀 就早就改了 早睡早起身体好 对不对 不要怪上网 上网上到一两点都不睡 好 以上说了这么多的例子 还有什么贪呢 还有 贪睡 贪睡说了 不肯起床 不肯起床 贪睡 贪玩也是 贪玩也是 你见小朋友 小朋友 不只是小朋友 大人也是 大人你喜欢 比如说 我们在学佛 不要打麻雀 有些人喜欢打麻雀 打麻雀就打到 没有天没有地 没有早上 没有眼上的 不断打 24小时 多少圈都好了 24小时 我不懂打麻雀 所以我不知道多少圈 我不知道24小时 打到多少圈 我不知道 那么呢 还有些贪 就是贪 贪爱 追求男女之间的爱欲 这个追求 这个都是一个贪 这个贪 也挺辛苦的 其实 因为有些女士 她觉得自己的样子 我长得不错 我应该有很多很多男朋友 于是她将她的精神 就在追求这儿 在追求很多男朋友 对吗 如果如愿以上都还好 如果不行的话 就会不开心 其实得了都未必开心 你也会有很多烦恼 一会儿搞到两个打架 两个为了打架 或者两个搞到 哎呀 很多事发生的 不单是女孩或男孩 我最好是万人迷 每个女孩看到我 都好像蜜蜂 生蜜蜂 那就好了 其实呢 这些好不好呢 其实会有很多烦恼 有很多感情上的烦恼 也都很容易影响到你 你日常的生活的 所以呢 这个爱欲的贪求呢 其实呢 不是那么好 就是多可怕 可以说得再严重一点 是多可怕 所以呢 一些贪求太过分了 其实对自己 对人都没有什么利益 所以这个贪呢 一过分了呢 我们就会很辛苦了 会起烦恼了 有很多事呢 很难解决的 又或者你是贪 人家要对你好 你说 哎呀 我对某某的朋友呢 极之好的 好得不得了 但是他对我又不是了 所以你又不开心了 因为你要求他对你好像你对他那么好 是不是烦恼呢 因为呢 你对人好而已 你一厢情愿 人家又没有义务 说一定要对你好的 是不是 这个我们不可以强求的 正常的 我对你好 你应该对我好的 为什么这样的 那就跟人计较了 这些人是没有计较的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 你对他那么好 他又对你那么好 这个是你 意外收获 只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贪求 人家要对我们如何 人家一定要对我好 因为我就要对他好 所以他要对我好 我们不要贪求这些 这些都是贪求 贪求是一个回报 是不是 我要有回报的 你记不记得 你前一阵子 问我借钱 我一下子就借给你了 说你还不还都可以 现在呢 倒转头了 不是这么说 真是你 真是为我朋友来家 那不要跟人计较 是不是 这些不要计较 所以我们要尽量把我们的贪念 贪欲尽量去减少 起码你呢 知道我贪念一起 我要克服自己了 要学习了 不要贪 不要贪 一知道念起 刚才一开始我说什么 关照自己 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关照自己 不是关照别人 对别人的缺点就多多包容 对别人的优点就要欣赏一下 那我们就要关照自己了 那才有智慧嘛 关照到自己就很有智慧了 是吧 通常呢 我们不是自己没有那块镜子的 是别人容易看到我们 正如你容易看到别人 所以呢 有时候呢 你交的朋友呢 他肯指出你的缺点 指出你的错处 这个是善知识 不是说天天赞你 天天对你好 那些叫做善知识 只有一个赞就没有弹的 有赞就没有弹的 你又想想 他这样逢成我有什么企图呢 我不是说叫你有个疑心 是人都这样怀疑他 只不过是提醒你 你的真正朋友 是一个可以支出你的错处的人 这个是你真正的朋友 可以深交 是吧 亦都是你的善知识 当然他不是说 恶意去中伤你 恶意去说你不好 是吧 他是善意地提醒你 你这样这样 是不对的 这些是值得交的朋友 好了 再讲到这个 亲恨心 其实每个人都是亲恨心 不过呢 其实贪亲痴这三样东西 每个人都有 只不过比重不同 有些贪比较重 有些亲恨比较重 有些愚痴比较重 不同等份的 个个人都不同的 我们学佛就要 这三样东西都会尽量 克服自己 减低它 减到 即是 尽量去改了个人 程度上不同 这个亲恨心 有些人 比较容易生气 或者小小的 比较容易发提气 但是有些人的性格 比较温和 但是 代不代表他没有亲恨心 其实也会有 或多或少也会有些 因为大部分的事情 比较温和 但是如果有时遇到一个境 可能他也会生气 也可能会生气 所以我们要整天提醒自己 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我们要冷静一点 要知道要控制自己 最好的 学佛就是说 我控制自己 我很生气 我去念佛 念佛 或者我中一片心经 让我的情绪 快点平复 不要那么生气 冷静一下 或者我学佛 我要懂得如何消化我的脾气 如何调伏它 当生气的时候 有亲恨心出的时候 这是一个情绪的表现 是不是 你的心也很不舒服 其实一个人生气 或者发脾气 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不是 过分生气到面红已热 其实死了很多细胞 所以 为什么有些研究 研究科学研究的人 或者医学研究的人 他说 如果你天天都笑的话 天天笑三笑 你个人的身体就会健康 因为其实我们开心 会制造很多好的细胞 当一个人抑郁 有压力 情绪低落 不开心 其实会很容易 有坏细胞的 所以 我们要保持我们平和的心态 要每天告诉自己 哎 开心有一天 不开心有一天 我选哪样呢 你想选一个不开心的人 为什么要做一个很开心的人 那这个呢 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是吧 没有人会令到你开心 没有人会令到你不开心 其实是自己 是吧 自己控制 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控制 你的心能否调伏到你自己 是吧 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 那 说到亲恨心了 那以下呢 又有一个故事了 那呢 话说呢 在一家小学里面 有一帮小朋友 不过这帮小朋友呢 哇 令到老师很头痛 为什么呢 很横腿的 很卑腻的 哇 教育都不听的 天天呢 吵烟八糟 不是你打我 我打你 不是你抢我的东西 我抢你的东西 这样 搞到老师呢 头都大了 那老师已经是 哎 天天都循循善有教他们的了 天天都讲一些道理给他们听了 但是 硬是听不入耳的 天天都是这样打 天天都是这样骂 哇 追来追去 不断打 后来呢 哎 老师想了一个办法 有一天 这个老师就跟这些小学生说 啊 我们不如玩个游戏啊 哎 小朋友喜欢玩游戏嘛 他当然说 好啊 老师 那我说 明天呢 大家呢 都带一个带 带一个环保袋 回来吧 我就告诉你这个游戏怎么玩啊 那哦 好了 第二天 那真的挺乖的 每个都带一个环保袋来哦 那呢 老师呢 在他的桌子上 就放了一大袋的马铃薯了 就是薯仔啊 那老师就说 那你 可以玩一个游戏的啦 每一天 如果你跟哪个朋友仔 吵架 你生气了他的话呢 那你就叫班长 你想 来我这儿拿一个薯仔 接着你就写上去的名字 以及写上那天的日期哦 不过这个游戏有规则的哦 你呢 就必须呢 把这个薯仔 即是你的袋呢 每天 带回家 跟着 回学又要带回去学校 还有 你一关了学校之后呢 无论任何情况都不能放下 甚至换你去洗手间 你都要带着你的袋 不可以放下的 这个就是游戏规则 要记住啊 大家都很有趣 我觉得 这个游戏很新奇哦 这个游戏 这么有趣 挺好玩哦 于是乎 过下一天 过下一天 那个袋就越来越重了哦 哇 出之呢 过到一个星期之后 有个小朋友就跟老师说 老师 我的袋真是很重啊 那些薯仔发霉 好臭啊 怎么办啊 那老师说 咦 是啊 真是这样啊 是啊 好重啊 还比书包啊 那老师说 哦 这样啊 好吧 那我叫班长统计一下 全班哪个薯仔最多呢 那结果呢 结果出来了 那些班长说 老师 小强有九个薯仔啊 那老师说 啊 九个那么多 那就是说他生了九个小朋友 是吧 那老师就说 那老师就说 小强 你觉得背着薯仔是否辛苦啊 当然很辛苦啊 老师 我不想玩啊 很重啊 很臭啊 那老师说 真的啊 那 那小强就问老师 老师那怎么办啊 那老师说 那你说怎么办啊 老师放下去行不行啊 那老师就说 是呀 就是放下他咯 你说得对了 放下他 放下他 那其实这个故事呢 就是说叫我们 将我们的烦恼 将我们的亲恨心 放下他 是吧 是否背负着这些 很辛苦啊 这些就是我们的垃圾 就是我们的烦恼 这些不是好东西 是吧 一个亲恨心 难道你看到别人生气 他会越生气越说 哎呀我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不会的嘛 一定是负面的东西 一定是不开心的东西 令你起烦恼的东西 所以这个亲恨心呢 我们就要放下了 对吧 那听到这个故事就记得了 放下 如果想生气 念法 恨一个人 又放下 不要恨了 恨你做什么 是吧 好了 再说到愚痴 什么叫愚痴 愚痴呢 愚痴呢 愚昧无知 不明所以 不知 痴就是说 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叫愚痴 愚昧 愚痴 所以做出来的行为 知见不正确 举一个例子来说 没有人得罪你 也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但是你呢 无缘无辜 不开心 又很不开心 就是没有人骂你 也没有人得罪你 不开心 或者很闷 闷得發脾 都不知为什么会这样的 这不是如此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想不到起因 但总之无端端又不开心 无端端又想发脾气 又没有人得罪你 这叫做什么 无风起浪 本来是没事的 但是因为你心中起了浪 心很闷很不舒服 这是一个情绪病 这是一个情绪病 这个时候 如果你知道你有一个情绪病 怎样? 就要剋制自己的情绪 因为情绪病 就是无缘无故 没有人得罪你 没有人令你不开心 但是你生气 黑口黑面 好像生气了一群人 那你说 我没有 我哪有情绪病 我不喜欢笑 不喜欢说话 我没有情绪病 因为你没有照顶 你不知道你的样子很难看 你的样子好像生气了一群人 当然 你不笑就不是罪过 对吗? 难道你从早上到晚 就傻了 不可以笑吗? 不可以的 不笑不是一个过失 但是你黑口黑面 无缘无故 黑口黑面 那你怎样跟人家相处呢? 对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念法 静静静静静 把我们的情绪 快点回复 宣洩出来之后 我们渐渐 平和 我们可以跟人交往 跟人相处 就不会有冲突 因为你口黑面黑 人家跟你说话 你突然间跟人家说几句 发脾气的说话 那是不是令到人家 我无辜 哎呀 我都没得罪你 我跟你说话 为什么你这样呢? 是吧? 即是会影响到人 是吧? 你这个 这样的情绪病 就会影响到人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真的要冷静一下 好了 当我们的贪心痴起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不要贪 不要亲 不要痴 不要痴 当你对境 真的起了一个贪痴痴的时候 你要懂得去调伏它 制止它 你说 说是容易 做是没那么容易的 那问题呢? 其实 看你肯不肯去做 的 的起心缸 的起心缸去做 你的心都控制不了 你可以控制什么 是吧? 当然 你初学法的 很难在意念上 这么快可以控制到自己 所以 这个是要训练的 当你 真的慢慢 你真的很用心去改 一个念头 不正确的 你立刻看到 你立刻看到 哎呀 原来我真的过分了贪 叫自己 控制 是吧? 照自己控制 不要再令到它 继续增加 放纵地去想 放纵去想 这个贪心痴 好了 再说到 我们受五届 五届 我上课说过 五届 受五届 是作为一个行为的准则 因为我想开始学习 改恶向善 要提升自己 第一步 当然是归衣 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 我受了五届 我想有一个 改恶向善的心 想提升自己 叫自己 我要每日日行一善的 那就在我日常生活里面 的行为做起了 那辞届 其实呢 就是一个 规范我们的行为 叫我们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你说这么多事 不要这样做 其实事实上 五届里面 叫你不要这样做的 都是不应该做的 当然叫你不应该做的 你才叫你不要做 难道应该做的 你不要做吗 是不是 那杀生 你前一届都不应该做 是不是 当然你说 有些人都没学佛 他不相信 他说 四只脚那些 就被人吃 是不是 我经常听到这些 因为他没学佛 那我们不要跟他讨论这些 那 那 偷渡 你不受戒 你会去偷东西吗 是不是 或者一般人 他不学佛的 他要去偷东西吗 都不是的 那这个 是不应该做的行为 杀生 偷渡 都是不应该做的行为 那 还有一个邪淫 那你说 我没有受戒 我放心去做也行 不过有一件事叫什么 因果 因为你有很多后遗症 会出现 是不是 你真是 如果 真是很放纵去做这件事 你就会加槽屋币 或者 很多严重的后果会出现 或者 这个家庭会分裂 破裂 这个家庭会影响很多东西 很多问题 这个问题 就是自食其果 就算你不受戒 你要做这件事 你放纵去做 你也要自食其果 也有这个因果 所以 这些都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 就算不信佛的人 也不应该去做这些行为 虽然你说 遲戒遲戒戒 听起来好像很严肃 很弱促 但是事实上 我们应该有一个学习的精神 学习的精神 有自律的精神 自己弱出自己 是吧 难道有人管你 不是小孩子 自己弱出自己 是一个行为的标准 好了 由五届 对了 我们推广到十善 刚才我有说到十善 那这十样东西 大家应该都数得出的 不杀生 不偷渡 不邪淫 不妄语 不矣语 不矣语 不两视 不恶口 不贪 不亲 不痴 十样东西 你走出门口的时候 就落堂 你看看数不数得出 好了 好了 杀到淫 我们不应该去做 这四个恶口的恶业 当然不应该去做 其实慈禧就好像 叫我们 将这些不好的行为 停止下去 我们 要做些善的行为 刚才所说的就是 那十样东西 加个不字 就是善业了 好了 那么 不贪不亲不痴 我们说了 那是我们内心的世界的行为 亦都是意念的行为 所以就叫做意孽了 那这样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是不是 身体的行为解释过 口的行为解释过 意念的 内心的世界解释过 好了 那 又说了 刚才说了这么多贪心 贪心是一种追求 就是无厌促的 无厌促的 所以 为什么在十善里面 数了十样东西 为什么没有不饮酒这条界 十善里面 是没有包括 因为 喝酒是 立入了贪念 贪那里 其实喝酒只是口舌之快 是吗? 你贪喝而已 所以是不属于十善里面的 所以是属于贪 这个喝酒 所以不喝酒 就不属于十善里面 好了 再说到贪心痴 当然 我们很难说 完全没有贪心痴 如果你完全没有 我完全真的没有 你一定是哀罗汉 恭喜你 那 你就不需要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 如果你说我一样都没有 完全清静 有一百分 但是 我们 要 学习这个五解十善 是吧? 说到杀身 虽然我们不能够百分百不杀身 但是我们上次也说过 尽量去避免 是吧? 我们要珍惜这个生命 尊重生命 当然尊重 包括尊重自己的生命 尊重一切众生的生命 那 再说到今天 妄语、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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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 当然 都是我们的持久里面这个范围 那 当然 你说 现在真的很难完全妄语 但是 我们学习之后 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 尽量少说这些说话 尽量把它减少 贪身痴是不好的 贪心一起 我们就要 起码叫自己 不可以过分去贪 贪 也要过分不过分 当然 不应该贪的 我们不要去贪 应该贪的 也要放下 你说 有东西应该贪的吗? 即是说 那样东西 原本是你的 但是被人拿了 你也要放下 对吗? 那你说不放下 会怎样? 就是自己生气 激怒自己 对吗? 你应该说 哎呀 算了 算了 有时的东西 算了 被人拿了 放下 所以我们贪心痴 刚才说如痴 如痴是不明是理的 不明不白 虎糊涂涂的 为什么糊糊涂涂呢? 其实糊糊涂涂的心就是 盲失 为什么会盲失呢? 其实盲失的人 就不会觉得自己盲失 或者糊糊涂的人 不会觉得自己糊涂的 如果呢? 的确是 如果有人说 哎呀 我也知道自己糊涂了 其实他不是真正糊涂 因为他还有一些理智 还知道 有些醒觉 他不是真正的糊涂 糊涂、盲失的人 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哪里有盲失 你说我糊涂 我哪里糊涂 这样 所以盲失的人 我们要怎么改呢? 如果知道 你不知道 当然不会改了 你都根本不知道 知道的人 要多些接受人家的意见 或者接受人家的善意的批评 我们看事物 就要从客观的角度去看 那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愚痴 减少我们的糊涂 减少我们的糊涂 对吧? 其实呢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可能会觉得自己想法未必一定对 所以为什么 通常那些糊涂糊涂 或者盲失的人 最主要是去主观 和执着 他不会听别人的任何意见 他觉得我想的东西一定对 我想的方法一定好的 我吃盐多过你吃米 或者说 我经验多过你 我的想法、我的做法一定对 其实有时候是未必的 所以就算他的经验不及你 你也听下他的意见 都无妨 听下他的意见 我们渐渐多接受人家的意见 这个鹅汁没有那么强 我们自然没有那么糊涂 没有那么盲失 所以有时候要多听佛经 听多些道理 了解一下 什么愚痴的心理 我们要接受人家的意见 不要太过执着 执着其实都是一种烦恼 因为人家说的东西跟你不对 或者人家做的东西跟你不对 你觉得应该这么做 人家偏偏不是这么做 那你就要激死自己 在这个意义方面 如果我们可以放下我的贪身痴 尽量将它减少 这个意义就是清静的了 好了 五戒再进一步是十善 五戒就是只是身口的业 五戒里面只是身口的业 当我们归依了之后 进一步受五戒 但是我们的意念 初学佛的时候 可能不容易控制到我们的意念 佛教说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所以呢 我们要整天保持一个 头脑就是说 我的念起 我要看着它 我是否起了个贪念 或者起了个亲恨 或者起了个愚痴的心 刚才有解释过 愚痴 无端端不开心 没有人得罪你 又不开心 无端端又想发脾气 所以我们提醒自己 这件事 好了 如果我们的贪念一起 我们就要控制它 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 贪念也没用 所以不要贪心 不要过分去追求 不要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 你有贪的心 但是你有觉的心 即是醒觉的心 觉的心一起 你就知道 不是 我是佛弟子 我要持戒 不可以这样贪 提醒自己 不要再过分去追求 那如果呢 你中伤人 或者说一些谎话 去诽谤人 你要知道 有界限 你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 这个就成为一个 不好的口业了 所以呢 我们的意念 就是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思维念头 我们要尽量去学习 如何去控制它 我们因为要提升 五戒十线 其实是有相关联的 都是我们的行为的准则 说到五戒十线的果报 能够持五戒十线呢 当然 你在社会来说 你一定是一个正人君子 而且是真真正正 标准的一个好人 同时再进一步 说到现实一点的果报就说 如果你 发心受持五戒 五戒持得好的呢 每一条戒 是有五位善臣 护持你的 所以能够持到五戒 是好的呢 就会有25位善臣 来护持你 所以受戒的人呢 如果有些人说 哎呀好怕鬼呀 好怕什么什么 你最好受戒了 有这么多个善臣护持你 那你快点去受戒 如果你说我真的很怕 但是未受五戒 那你快点去受吧 那当然你说 我受了戒 那我要学习持戒 但是我又未做到一百分 那我做到六十分而已 又或者 我做到一半而已 五十分而已 那不要紧 那你五十分都有十二个善臣 都可以十二个善臣护持你 那的确每一条戒 每一条戒 每一条戒 有五位善臣去守护你的 好了 再进一步来说 那我们 现世得益 受持 五戒 是吧 如果你可以持戒 至少 人家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坏人 是吧 都 在社会上 朋友之间 都会供应 你是一个好人 或者 会有人 会说 那些人 现在哪里有些人 那么笨 那么笨 但是他起码 会抗拒一个好人 是吧 所以 现世得益 那你有五十位善臣 在未来来说 现在说现世 接着说未来 是人天成的善法 是吧 五戒十善 是人天成的善法 你能够持到五戒的人来说 未来世 保持人生不失 即是说你今世做人 下一世都是做人 就算你去不了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做人 那能够进一步 收到十善 可以生天 生什么天 六欲天 所以五戒十善 在佛教来说 是世间的善法 你可以伸到人间 或者天上 那在六道之中 就是人天成了 就算你暂时未去到极乐世界 不用怕 你也会做人 那未超过三界轮回 但是你都可以在人天路上往还 虽然说 世间的善法 但是我们又不要小看 世间善法 这个也是我们修学出世 出世间法的一个基础 是吧 就算你说 我就是想正阿罗汉 顶多正阿罗汉 也好 或者你的志愿是 我发佛提心 我要成法 也好 这个也是一个基础 也是要做好的 那我们归衣了三宝 就是说 踏上楼梯的第一级 好了 那继续 我要再踏上第二级了 我们也要不要杀心 杀身 因为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慈悲的心 不要说宗不宗教 做人应该有一个慈悲的心 所以呢 其实人的暴虑是比较多的 暴虑的人就比较多 所以人呢 就要提出什么 仁慈 有爱 爱 爱心 好了 不偷渡呢 是不是也不应该去做 就算你不是一个佛教徒 也不应该杀身 偷渡 是不是 这些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佛教徒更加不应该做这些行为 当然受到五界之后呢 可以再进一步 受八关齋界 或者受菩萨界 这个就种下我们出世的种子 出世和出家的种子 那再进一步呢 我们起码呢 我们受慈呢 这些界律呢 我们呢 是做人的一个基本来的 或者 有人会问 什么人才可以受慈五界 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是人 你就可以受慈五界 刚才所说呢 刚才所说呢 你想做一个好人 改恶向善 如果你说 不是的 我职业是打劫 那你就没得好说了 没办法了 只要你是发心 你一个向善的心 只要你是人 你都可以受慈五界 当然 也有些人呢 就说 哎呀 我受不了五界 怎么办呢 那 为什么呢 例如你的职业呢 是捕鱼的 捕鱼的 捕鱼是不是杀生啊 对吧 那你就不够受慈这一条界了 但是基本上 只要你是人 你都可以受慈五界 就除了你说 哎呀 我捕鱼真的不行啊 这条界 正如 刚才所说呢 就是 你信不信佛呢 其实呢 你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行为 知道哪些是应该做 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好了 那有些人就问 有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受 一定 要受五条界 受少一点 行不行呢 基本上呢 基本上是可以受五条界 但是除非 有些人有障碍 什么障碍呢 有一些真的业障 或者障碍的 在《戒经》里面说呢 你可以受到满份的五条界 即是五条界 亦都可以方便的 受少分的 譬如说受四条界 就是刚才的例子 就是说有一条界 他受不了 不杀身 暂时受不了 在什么情况之下 例如刚才所说的 打鱼那些是杀身 或者呢 你可以有机会 改变过来 当然是好 那么暂时 你都可以受四条界 那么呢 因为呢 你说 哎呀 我其实不想杀身 我学了佛之后 我想转行 但是呢 有些人在学佛的程度 又未足够令你转行 是不是 要看个深浅 或者呢 你说 我一下子不能够转行 因为呢 不是我一个人去做 是要整个家族去做 那你一下子的确是转不了 这个你就要看恩怨了 那么呢 受四条界 《界经》里面说 可以 你可以受四条界 有些人呢 是有业障的 他的职业 或者他呢 平时的行为 是跟某一条界有抵触的 他就受不了这条界 这个呢 其实真真正正正 才是一个业障 他是有抵触 所以他没有办法受这条界 所以呢 他跟这个佛法有一个冲突 所以在修行上有一个冲突 他不可以立即改变过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真真正正正的业障了 那么呢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呢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受到五界的 那么刚才所说 如果他真的受四界的话呢 他都可以将来有一个恩怨 啊 真是原来那样东西可以解决到 那他呢 可以再重新受过五界的 是可以的 那受界之后呢 犯了又怎么办呢 其实呢 犯呢 是正常的 当然我不是鼓励你 不是鼓励你啊 犯正常啊 那就不要紧了 都可以犯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呢 我们很难完全做到一百分的 但是呢 我们都希望高分的 希望自己做好一点嘛 是不是呢 那么呢 有些人就说 哎呀 我不受界啊 太大压力啊 哎呀 你让我慢慢学先 或者学两年先 让我做到好好才能受 那么 其实你 有没有可能做到好好呢 如果你有可能做到好好呢 如果你可能做到好好 你也不用受了 是吧 做好下去 还要不受呢 等于一个学生 哇 他会不会全部一百分 很难 考第一都不会全部一百分 是不是 都有错的地方 是不是 更何况 在我们初学 那我们一定要努力 努力去 希望自己 哎 现在五十分而已 将来六十分 七十分 八十分 是不是 那将我们的恶杂 将我们的贪真痴 将我们刚才所说的十样东西 全部改好去 还有最重要 我最初会说什么 你犯了戒要怎样 要忏悔 要向佛菩萨 在佛菩萨面前忏悔 或者你初一十五 忏悔 是吧 那 所以呢 我们呢 讲到 其实在这个半月 为什么初一十五有忏悔呢 其实是 保持在佛经里面说 我们半月的忏悔 正式来说是农历的十四 和初一之一 就是初一之前 但是因为方便忏悔 所以 都是初一十五 其实是前一日的 所以我们要做错了 犯了戒 我们要自诚心 佛前忏悔 或者向法师忏悔 哎呀我做错了这件事 跟法师忏悔都可以的 还有呢 事常多闻佛法 提升自己 令到自己呢 保持一个宗教的情操 那 还有呢 就是说 你 譬如你说 你受了戒疫 是不是一定要吃全素呢 那当然 你发心 吃到全素就最好了 但是不可以 起码都三剩六 那或者呢 你发心 起码最初十五要吃 即是吃素 或者你挑一些佛蛋 观音蛋 都吃了素 那如果你说 我这样都不记得 初十五都不记得 一个礼拜选一天 我说逢星期一 或者逢星期三 你容易记得的日子 或者那天你最方便 没有什么应酬的 改一天 记住它 还有呢 定了的日子 不要随便改 因为改那一刻 忘记了 没错 你答对了 就是 那一刻 哎呀随便吧 方便一下嘛 今天要喝 明天先 明天就说 哎呀随便一个月 吃到两天就可以了 那两天都不知道是哪两天 所以呢 你不规定自己 一定不记得 是不是 人哪里有 这么醒觉 这么醒觉 就不用自己 规限自己 什么时候做什么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 现在是学习阶段 学习阶段 一定要 不要乱改 一改便很麻烦 哎呀 到底又吃了没有 这个月 好像吃了 不用吃了 好 留下个月再算 下个月再算 看哪日方便才吃 方便便 就不记得了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哦 是 我问三静玉呢 他有些 看法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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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三静玉呢 他那个 界定就是 不见杀 不闻杀 不为你而杀 是 那是 那是 真的 你说 我订了这些 这些 这些 什么时候 帮我做 那这些 不是为你而设 是什么 是 对 对 总之 总之就是 为你而杀 你最好不要吃这餐 我告诉你 你最好不要吃这餐 最好安全的 我告诉你 三静玉就是这样的定义 你看不到别人杀 他 听不到他 他的慘叫声 也不是因为你而杀 不是因为你而杀 那你说 别人特意订了一些 鞠子给你吃 那还不是为你 那是为谁 难道是为别人 那是不行 如果你受持五戒 就不要了 吃小餐 不要紧 你请他吃素 请他吃素 我不吃这餐 不如我请你吃素 是不是 好吧 好 大家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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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于众生